而且是活性硬染的 价格和我们的质量 绝对让您放心和保证了 那首先一直秉持了我们 耐士迪的节目的风格 因为我们做东西 肯定是质量 是大家需要保证 要养新产品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还是为大家 把我们耐士迪的被子剪开 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带来的 依然是耐士迪好品质的鸭绒被 90%的白鸭绒 要知道其实鸭绒被 有50% 70%的 而90%可以说是鸭绒里面 等级最高的一个等级了 没错 我们耐士迪累积了 50年的做蚁绒的经验 我们所收集的蚁绒 都是来自农村散养 非常健康 非常繁保 而且它是非常干净的一个蚁绒 经过我们耐士迪的 非常严谨的15道的水洗工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陈佩所上捧的是我们 农村散养的鸭子的蚁 朵朵像蒲公英 而且它的蚁朵的蚁 蚁绒非常的密 这样才能产生 非常好的保暖空间 我正要给大家说了 其实我一掌上 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一点毛梗子的感觉 都是朵朵大的朵蓉 这就更加增加了 羽绒被的蓬松度 以及它的保暖性 就更无需质疑的了 是的 你看朵朵真的很漂亮 不仅像蒲公英像羽绒 就像雪蓉花一样 真的是太漂亮了 是的 那同时羽绒被 既然它这个朵蓉那么多了 朵朵的话 它的稀释排害性 是不是让大家同样是 有保证的考验呢 对 我们给大家尽量做一个实验 我们建议各位要盖羽绒被 最主要就是它 稀释排害性非常好 那同时呢 你在家里如果是盖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种 七孔被 九孔被 它稀释性非常好 但是它排不出去 所以你的被子呢 就会越盖越沉 越盖越沉 因为为什么呢 它里头的水分 完全储存在里面 那反观我们的羽绒被 你把它算在水里面 它吸收了很多水分 它们把它化成很小的小水滴 连在这个凝结上面 它一出水呢 就马上再化出去了 这是羽绒被的最大的优点 对 您看粘在我手上 都是一朵一朵的熔朵 对 特别特别的大 对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真的是每一个熔朵 都是非常有质量的 是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而且其实今天特别是建议一些 高血压的朋友 或者是有风湿性关节炎的朋友们 能够给大家要盖上羽绒被 因为这个会对您的身体 会更加的好 对 那我们同时也进行一个比较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熔朵 好 每一个都是更细致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市面上呢 有很多呢 也是卖90的白 那个羽绒被 那你各位可以看看 它卖的羽绒被呢 第一个 它有很多毛梗子 第二个呢 它上面有很多的皮屑 各位可以看到 有很多皮屑 为什么它没处理干净 那这些皮屑 盖久了以后 它就会变成粉尘 粉尘呢 它就会跑出来 所以你家里的被子呢 会越盖非常越多 这对身体也不健康了 对 反观我们的 奈斯底的 它每一朵 龙朵呢 都非常的均匀 而且呢 龙纤维非常 这个密 那另外呢 它没有什么皮屑 这样的被子 盖起来才是健康的 环保的 我们外山就是很 绒朵装的 就没有一点刺手的感觉 其实这样的这个绒朵 对您的被子也有好处 不会让您的被子 装绒 盖的时间又会更长了 是的 可以说对于健康啊 对于这个被子的质量 都是非常的有保证的 是的 而今天我们在现场 给大家再带来一个实验 这是有别于平时平时的 要告诉大家 好的羽绒被 90%的白鸭绒 它该是什么样子的 特别 因为羽绒的 它的这个蓬松度 是鉴别它的好的一个 很重要的标准了 对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 给大家先编一个魔术 可以说 好的 我们带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诶 导演可以给我们一个 那个镜头 我们手上 手拿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羽绒被 这个呢 就是普通的化纤被 是 两个的高度都差不多 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在 电热毯上面 是 这是一个跟人体体温 接近的电热毯 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们把开关把它打开 那待会儿呢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是的 为什么羽绒被 会比其他的被子好 就是因为羽绒被 它是立体纤维 立体纤维它膨胀起来呢 它会有很多保暖空间 这个有个过程 我们可以等一会儿 第二段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再缓反过来看一下 是的 最重要是成为在这里再三 大家看看 你们就可以炒下去了 你们可以炒下去吗 我们可以炒下去了 你们可以炒下去了 你们可以炒下去了 那么你们能炒下去了 你看 我们本来的 们应该是 你们可以炒下去了 我们就希望我成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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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